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中华大学副校长余光明 已是本校负责教育部 深耕计划2.0的总负责人 本校批邻新竹科学园区 科学园区人才需求应切 因此本校以深耕园区永续发展 为高等教育深耕计划2.0的 整体推动目标 我们希望能够培育学生具备 园区所需的各项未来关键能力 以及永续发展的视野 因此本校与教学创新精进 三进社会责任 产学合作链接 以及提升高教公共性等面向 提出共12个子计划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同学们 在大学4年中一个翻转的好机会 中华大学不只拥有优质的师资 也建制了一流的软一体教学环境 主要的目的是 期望同学能在学习的过程中 能够掌握最新的一流的技术 与知识 比如说 这学期即将开幕的全台湾第一个 云宇宙体验中心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让我们一起前往云宇宙吧 在群体师生教职同仁的努力之下 能够让同学毕业之前 具备六大关键能力 包括咨询科技 人文关怀能力 跨领域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国际移动能力 社会参与能力 以及问题解决能力 在这六个能力培育完成之下 接下由各相关负责的主管同仁们 跟各位说明这六大关键能力的培育内涵 我是通试教育中心主任梁美慧 那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 为什么我们学校要推广Steam教育 那也是因应整个时代的变迁以及多元化 那将来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或是同学在职场上 不管你在什么领域 其实所有的工作项目 都不是单一的专业 或是单一的能力可以完成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给同学的培育 是全面性的 那也希望同学能够在Steam 代表着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跟那个数学 这五个部分 同学能够交替的 能够有一些了解 甚至于呢 同学们在你自己的专业上面 比如说之前的同学 也许如果你们的作品里面 或是你们的成果里面 能够加上艺术的成分 或是人文涵养的成分 相信你们将来推出的作品或是成果 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关注更肯定 那也是希望说同学未来的 不管是你的职业或是你的生涯 都能够更多元更多才多姿 而且能够发展的更灿烂更美好 这也是我们要推广Steam教育最终的目标 也是希望能够带给同学的 是一个长远的 以及更宽广的一个视野 我们看这个世界并不是只看专业 当然专业的部分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专业之外 我们其实还需要更多的加成 它才是一个成功的 一项也许是业务 也许是一个成品 也许是你设计的一个 也许是一个云建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 希望在同学的试念里头 都能够关注通试中心 我们会推出的有关 Steam的推广的相关课程 在我们的网页上面 都有详细的介绍 我们也会陆陆续续 把我们的课程成果放上去 同学可以参考哪些课程是你喜欢的 那么你可以在你的修课的规划里头 加进去 希望可以为同学的大学四年的学习 有很好的加成作用 以上报告谢谢 大家好 我是中华大学光电系老师 也是教学发展中心的主任吴建宏 首先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学校的跨领域学习 大学其实是具有 这个人才培育的社会责任 可是因为我们学系都会有专门的科目 还有这个区隔 所以导致于我们很难推动 跨领域这件事情 那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我们不管是学生在休息 辅系双组修 还有学分学程上面 其实整体上面都会 很少人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学习 因此本校在规划 让学生可以更便利 更弹性的方法 去让学生去做到跨领域 跨领域学习这件事情 那我们就推出了几个方案 那主要有微软的AI的认证课程 数位学习的课程 还有跨领域的模组课程 还有劳动部的就业学习课程 以及就业加值的证照课程 那最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学生的企业实习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本校 高教生跟第二期的 跨领域的重点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负责国际化的 系统年副校长 国际移动能力是未来人才的 六大能力之一 本校在推动国际移动能力上面 我们除了加强EMI教学以外 我们还有建立一个国际学员 国际学员是推动在地国际化的 最重要的一个机制 我们在培养国际化的时候 还能够推动学生们尊重 跨国多元文化价值 而每个礼拜 我们都开设有退休大使的讲座 这些大使们会将国际的视野 来拓展各位同学的一些知识观 最后我们在很多的场合里面 都不断的强调 我们学校在加强国际移动上面 有海外的通试遗地教学 五天四夜可以让大家去选择 不同的国家的体验 海外的姐妹校也让我们有很多交换 以及学习的机会 我们有七十几个海外的姐妹校 可以让大家甚至于攻读双学位 另外我们建立了超过30个海外实习据点 这些实习据点也让各位同学 有机会利用寒暑假 或者是全学期在海外来实习 适应国际移动的能力 我想国际移动的能力在本校 不管是在国际视野的提升 或者是国际文化价值的一个建立 或者是国际移动能力的一个开展 你们都可以在这里充分体验到国际化的校园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中华大学资讯电机学院院长连正昌 今天非常高兴为大家来介绍 我们这一期高教生分计划里面 以解决园区食物问题的计划内容 那这项计划的目的呢 是为了培育学生具有解决问题的核心能力 那我们怎么培育学生具备有解决 这个园区食物问题的能力呢 我们规划了四个阶段的学习历程 或者学习途径 我们从大一开始呢 就会开设有一门探索园区的课程 在探索园区课程里面呢 我们会按照各学院的这个属性 或者是他们的专业的领域 来邀请园区的业师 来为我们大一的新生 或大一学生来做演讲 来讲述每个产业所会遇到的 具有挑战的问题 或者食物问题有哪些 作为学生可以作为日后 这个专题制作的一个题目的参考 那么在大一结束的探索课程之后呢 紧接着会接到我们的大二的分析课程 那大二的分析课程呢 我们会利用本校行之多年的 创新创意课程 来执行这个分析的这个课程内容 我们各系在创新创意课程里面 都会教导每位学生 这个设计思考的方法 那么我们会利用设计思考方法 来教会每个学生 如何去分析大一所探索到的食物问题 以便衔接到大三的专题实作 所以在大三呢很重要就是 要把大一大二所探索分析完的食物问题 来进行一年的专题实作 那这个专题实作呢也会配合到 我们所合作的厂商业师 来进行共同指导 那希望在大三的这个专题制作后呢 这专题成果呢也有一个解决问题能力的展现 那么最后呢 当学生具备有这个 这些解决原区食物问题的能力之后呢 很重要的在大四 就要到相关的企业去做实习 然后来领取这个学习到食物的经验 那从大一到大四的这个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路径完成之后呢 我相信对本校学生到科学园去就业 就给他们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那以上的说明呢就是说明 我们这一期高教生根计划 配合解决原区食物问题能力的内容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自主学习 那自主学习呢其实在高中 108课纲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涵 那高中呢他其实高中的自主学习呢 他在每周里面会规划出一个弹性的学习时间 让学生可以自己去订 制定他的这个学习的主题 那一直到我们大学的时候 我们希望能够再进阶这样的一个 自主学习的一个课程 那所以呢我们过去呢一直都是 通式的自主学习课程 那在一二学年度我们将会全面去推动 大一的这个普及的自主学习 那我们会那一门课程是 探索园区到大三大四的时候 我们会让院系自主学习的课程 是以专题实作为主 那我们学校的自主学习有三个特色 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聚焦在SDGs的这个议题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 因为我们学校离园区很近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聚焦在科学园区的这个场域 然后我们希望使用的方法是用AI人工智慧的方法 来完成这个你自主学习 最后规划出来的这个报告成果报告 那结合教学创新结合 设计思考的这个方式 让学生能够更有学习动机 而且并且能够持续学习 然后最后还能够有一些团队合作能力的产生 那这个是我们自主学习最希望能够学生能够做到的 主任刚刚介绍那么多的自主学习的一些很有趣的特色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自主学习吧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兆福 是学校的大学社会责任推动办公室的主任 社会参与的核心精神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像公众利益 共同努力 参与权利 还有自主性 还有最后持续性 其中自主性 社会参与 鼓励每个人跟团体有自主的决策还有行动 能够在社会事务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而且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最后是持续 社会参与 不是一时的行动 而是长期参与 社会事务 还有承诺跟责任 持续的关注 还有参与社会的议题 来推动社会的变革 那这个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大学生在社会责任方面 有很多不同的选择还有机会 大家可以考虑参与 活动的领域 像学生的组织 社区服务 实习 还有实践 研究跟倡议 最后还有是国际交流 像学生组织 参与学生的组织 或者是社团 是大学生活的很重要的组成的身份 那另外一项 像社区服务 那参与社区服务 是一种有意义的方式 来回馈社会 而且培养社会的责任感 那第三 像实习还有实践 大学生可以寻找自己 专业的相关的实习机会 那这是有助于学习 实际的这个应用知识 还有获得这个工作经验 第四 是这个研究跟倡议 大学生可以参与 各种研究的项目 还有倡议 特别是社会问题相关的议题 那最后 当然就是像国际交流 参与国际交流的计划 还有组织 可以帮助大家 大学生来扩展这个视野 了解这个不同的文化 还有促进国际的友谊 所以 欢迎同学们 来加入中华大学 社会参与的行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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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